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龍年行大運 龍中午期 已經要過年了 機場非常多人請大家記得提早三小時到機場 做預備喔 好我現在在紅橋 上海紅橋機場 那一樣 貴賓室 然後呢比較特別的是他居然 如果你不選擇貴賓室的話 他就可以在三樓的 餐廳當成100塊的抵用券 V01的休息室有提供了 這些 海紅公司 然後機場貴賓室的部分呢 一共有三個 三個機場貴賓室 然後 看起來呢 他我們搭乘華航這個應該是 第1跟第3都可以用 然後 第3的部分是上海機場貴賓服務有限公司 V03 上海機場 然後 這個V02的部分 是星空聯盟的貴賓室 剛剛看起來有人說 這個國航的啊 比較新 然後這個 上海 在東方航空的比較舊 我們來問一下 究竟能不能 能不能使用這個 美國運通 請問一下這個 可以用 可以 這個是無限次的 然後我今天 我今天選一位喔 嗯 這個沒有限次數的 對 OK 然後你的燈機盤也需要 謝謝 那這個可以帶人吧 也可以 也可以帶人 那一次帶一位 幾位都可以的 可以了 謝謝你 謝謝 我們燈機的話會有廣播吧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非常的 nice 我們先看一下這件事 設施設備 休息區 餐食區 然後淋浴區 這邊只休息區跟酒區 這邊的空間真的就是比較 中國風一點 飲料區 甜點區 小零食區 小零食區 可鬆 好 然後這一個貴賓室的 沒有什麼人 然後一樣 左手邊有一大片落地玻璃 是可以讓你觀看飛機的 不過紅橋機場沒有這麼繁忙 所以其實飛機是蠻少的 來看一下還有什麼樣的餐點啊 好 他有一個應該是縣主的這個 這個茄咖咪然後湯麵的部分 然後其他的部分就比較 稍嫌普通一點 沒什麼太特別的 那但是空間很大 空間非常大 只是差別在於說 他餐廳要走到最裡面 所以他整個是把餐廳區是有點分開了 那 這個外面呢 就是一大片落地的 落地窗 然後這邊的空間就可以讓你可以去 欣賞 飛機的起降 我覺得算蠻不錯的啦 空間上是沒什麼問題 好的 我們剛剛驗證過了 這個 美國運通是可以進到這邊的貴賓室的 所以你可以搭經濟場如果你有AE卡的話 一樣可以進這個貴賓室 那我們要拿著剛剛華航金卡給我們的貴賓室的 券 來這個 那邊有寫到 樸增圈可以折抵100塊 我們來看樸增圈有什麼 樸增圈的位置呢 就在貴賓室樓下一樓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什麼東西 這個很值得喔 樸增圈這個是比較屬於 港式的 一百塊航空便點了 一個燒鵝 一個奶茶 一個蝦餃 總共補了三十四塊 好所以 綜合以上 如果這邊不用排隊的話我覺得 來這邊拿一百塊錢比較划算 來來來來 第一個我們點個蝦餃 基本上呢這個沒有地雷 第二個 點了一個 燒鵝啊 這個看起來就很爽 好不好 脆皮 恩 這個燒鵝非常的規則 它的汁會炸出來了 它的皮辣 很脆 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可以幫我包起來嗎? 來不及了,飛機要飛走了,都要打包起來了 飛機上吃,掰掰 港式燒鵝啊 但太爽了 太爽太爽 港式燒鵝 配炒飯 港式燒鵝 配炒飯 港式燒鵝 爽